所以我们做牧者的是首要的责任 那如何牧者如何动员弟兄姐妹祷告呢 那首先必须对弟兄姐妹做全面性 有系统的教导关于圣经的真理 让弟兄姊妹明白祷告的真理跟祷告的重要性 使他们能够抗众祷告 第二方面做牧者的必须要每天为每一位信徒提名祷告 我在印尼做门徒训练牧养 帮助这些两三百名的弟兄姐妹 我跟师母两个人把这些学生的名单全部写着 一个人一张卡片写他们的生活情况写他们的需要 然后我跟师母两个人一天用五六个小时 一个人为一个一个人为一个祷告 大概一个人不超过一分钟为一个人一个一名祷告 就是这样不断的轮流的一直祷告一直祷告 看到圣灵自己的工作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牧者 当然你的教会不大比较容易 六四人一百人比较容易 你一天就可以为一百个信徒祷告 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在祷告中来喂养他们 让圣灵自己来对他们说话 来帮助他们成长 如果你有两百名三百名 你可以分开几次祷告 这个礼拜为这些 下个礼拜为那些 传道人一定要付上祷告的代价为每一位信徒祷告 第三要劝勉和鼓励 在讲道中或者是个别要给他每一个信徒的劝勉 劝勉鼓励他们 学习祷告 牧者本身要时常有祷告的经历的见证 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和鼓励 所以我们祷告的内容 不是城乡烂调那种很成就的东西 而是要有分量很扎实的祷告 甚至我们可以寻求弟兄姐妹 同性别的 男对男的 牧师 男的对一个弟兄 来带领他一对一的祷告 把祷告的灵 祷告的火 祷告的心给点起来 一定要下功夫 这样的话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把弟兄姐妹给带起来 当我在基督工人神学院帮忙的时候 有两年半的时间 我一个礼拜只去三天 我到神学院的时候 我一定要跟男同学个别祷告 一个男同学跟他祷告半个小时时间安排好 所以我去的时候 他们就按照时间表到祷告室里面去跟我一起祷告 不是两个人一起开神祷告 不是同学们先祷告 最后我祷告 所以大概有好些男同学跟我一起祷告过 一方面我可以了解他们的署名状况 另外一方面就要把他们祷告的火建立起来 感谢神求神帮助 第四呢 长职的配搭 长职身为长职 必须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以牧者做团队领导跟榜样的工作 如果长职不参加祷告会 你怎么样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 他会一口就堵回去 长老知识都不参加 那我为什么需要参加 他们做长老知识都不参加 所以这个长职跟牧者的配搭的领导很重要 团队榜样的领导 第五 牧者必须知道如何带领一个能够使弟兄姐妹 我刚才说过的非参加不可的一个祷告聚会 同时他们也会以一种兴奋迫切 期待祷告会的来临的那种心态 来参加祷告区位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要建立家庭祭堂 牧者领袖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建立家庭祭堂 使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注重祷告 当我在印尼做门徒训练的时候 其中一个功课就是训练每一个成员 他们要建立家庭祭堂 怎么样把家庭的祷告的祷告建立起来 带起来 如果有两个信主的就可以在家庭里面开始祷告 慢慢的邀那个未信的成员 结果呢神的灵也帮助了 那些没信的都信了主 叫我家庭里面有困难有问题 各方面透过家庭祭堂 他们同心的祷告 就问题就解决了 而且家庭成员的关系也透过同心的祷告 被建立的更好更亲密的关系 那这一方面 外面的这个建立家庭祭堂的书籍是蛮多的 所以我鼓励同工们 如果你要建立家庭祭堂 你们可以去外面买一些书来 做参考 然后自己按照教会的情况的需要 来来处理 来代理建立家庭祭堂 然后再来处理建立家庭祭堂 然后再来处理建立家庭祭堂